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戏正式开始时呢会随机转换一名玩家为僵尸母体 一定时间后车站的出口才会开放 玩家需要跑出车站登上火车逃生 身为人类你不仅可以吃手空拳与僵尸搏斗 也能在房屋中搜刮各式枪支 用小手枪或者机关枪击退僵尸 甚至还能捡到一炮把自己和对手都炸飞的火箭筒 而僵尸虽然只能近战 但在积攒足够能量后可以暂时进化 或变成伪装成人类的自爆怪 冲入人群打破阵型 或者获得隐身技能偷偷绕后抓人 一旦不幸被僵尸杀死 你将立刻被感染重生 开始吹杀上一秒还在并肩作战的伙伴 僵尸一旦死去后呢 就会在离火车站最近的复活点重生 当载着人类的火车驶入终点 或所有人类都变成僵尸后 游戏结束 就玩法上来看 僵尸快车呢 是非常像CSGO僵尸逃跑模式和吃鸡的结合体 广阔的地图中 玩家可以乘坐载具 威速的移动 互相厮杀 不过 游戏的物理引擎呢 完全是用魔幻来形容 枪械后座力堪称超现实 朝地开枪就能让你原地起飞 载具的重量特别轻 友谊的小车说翻就翻 以及不知道是bug还是故意做的 僵尸虽然不能开车 但能进入车内 但人在车内呢 又处于无法攻击状态 于是经常可以看到 一个人开着一辆小卡车 其乐融融的载着一车僵尸路过 仅看画面和渲染 本作可以称得上是 生化模组的高配版本 灰暗阴沉的画风和 末日朝生的主题相得一张 朦朧的博物增加了画面的质感 带着鬼衣面具四处奔走 到处乱飞的角色 更是让整个场景都充实着 难以言说的荒谬和诙谐 作为生存模式的独立版本 本作核心机制的可玩性 已经得到了充足的验证 玩起来的确有点意思 死亡一次并不等于出局 只是换了一个立场 继续战斗 就算枪法很差 也能靠抱大腿狗活 或当诱饵 让你的僵尸伙伴 偷袭对手 每局时长12分钟左右 节奏极快 就算上一把表现不好 或运气太差 也能快速重整旗鼓 游戏评价和分数 而非胜负挂钩 攻击命中 搭乘火车 感染他人 爆炸命中等多种行为 都能获得分数 就算输了也不会太挫败 说完了优点 当然也要提一下缺点 当前版本游戏的完成度 实在是太低了 首先 本作不走寻常路 不仅没有新手教学 还把名为热身的熟悉地图模式 放在UI的第一个 只在里面放一个空场景 没加任何提示和引导 让人完全搞不懂 这个游戏到底是要做什么 其次 虽然设计手感还不错 但攻击的反馈 稀烂 设计时勉强能从对手 被击飞看出来 自己打中 近身战斗时 由于视角的原因 完全没有任何打到对方的感觉 游戏的平衡性 也存在很大问题 刚发售时 僵尸的自爆攻击 也过于开挂 导致人类几乎没有赢的机会 不过 由于大家都变成了僵尸 所以四舍五入等于没有输 但更新之后的最新版本中 高星级枪械的判定范围非常大 击退效果无敌远 后期的僵尸体验 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下 复活 奔下对手 被发现 对手800里开外 随手一枪打飞 再随手两枪补死 如此循环 直到自己自闭 差不多呢 有十局中是八局人类获胜 也许是因为打僵尸AI不过瘾 人们才会想出这种 让人类转化为僵尸的玩法吧 上一个将模组玩法 改成独立玩法游戏的 决力求生 已经大热出圈 显然 僵尸快车已经搭好了一个大框架 但是否能够成功也要看之后填进去的是什么内容了 僵尸快车6.2分尚可